观众朋友大家好 又到了网路读播版的时间 今天聊军事邀请到的是郑继闻总编 大家好 总编来一样聊军事 那我们今天要来聊太平岛 在这个南海的部分 码头已经完成了整件了 那已经正式启用了 现在在关注是说 520蔡英文就职前夕 他会不会去一趟太平岛 为什么会这样问呢 因为大家关注的是说 之前包括陈水扁跟马英九 他们在总统任内的时候 都曾经有去登岛 所以大家就会说 你蔡英文在两个月内 你就即将要卸任了 因为要就职典礼 那你在这期间 你到底会不会去登岛 但是登岛这个方面 会挑战很多人的观感 首先是美国的部分 她到底需不希望蔡英文去登岛 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 在这个南海的部分 美国她是挺菲律兵的 那她不觉得这个岛 是中国大陆或台湾的 那这个时候蔡英文去 到底是不是符合美国所想要的 尤其蔡英文现在在民进党的部分 我们知道她的态度是处于比较低调的 那是否是顾及到美国 美方是否在背后施压 再来就是说在这一块南海的部分 它涉及到了什么样地缘政治的一些重要性 今天都会请总编来一次帮我们解析 那先请教总编 过去陈水扁马英九都去了 蔡英文到底该不该登岛 其实站在中华民国国民的立场 我们当然是希望蔡总统去 特别是阿扁总统时期 在2008年 那时候距离我们太平岛这个机场 整建完成没多久 只是她有去 而且作为一个储拳的宣示 那时候太平岛 其实本来机场是非常简陋 我们腰山洞又要去会面临比较大的起降的风险 阿扁时期把它跑到家长 加到目前的1150公尺 然后宽度30公尺 但最多可以停两架腰山洞 也因此之前包括阿扁总统 还有这个马英九总统 2016年去 那还有多次有记者搭空军的腰山洞去 都是两架飞机一起去 因此就主权宣示 还有就是说 我们拥有这个岛周边这种象征意义来讲 我们当时希望蔡总统能去 而且在这个主权这个问题这个部分 能够为我们加点分 尤其是近期南海这个主权争议 我发现中非两国闹得不可开交 感觉好像没有台湾的声音 但我们拥有太平岛的治理权 这个二战结束以后到现在一直长期都有 在这个部分台湾是有角色的 也因此借着这次这个太平岛 它的码头相关的这个竣工仪式 特别是把周边的航道给它挖得更深 让船舰尤其是海巡署大型的巡防电 更能安全有效的停靠太平岛 加强我们对太平岛的管理 在这样重要的日子 而且里程碑里面 蔡总统登岛宣传 我认为既符合一个重要基础工程完工启用 也有宣示主权的意义 我们当然应该对此予以支持 现在他们已经在上面是说 已经完成了码头的启用 所以现在上面应该照理说可以看到些什么 那未来可能有哪一些用途 刚刚也说了会停泊这些船舰大型的 还有哪些用途 其实之前太平岛的码头在第一阶段的基础建设工程 竣工以后 其实它的内码头已经可以停2000吨级的海巡署的巡防舰 另外外港它可以停大概3000吨的巡防舰 因此对于海巡署来讲 这种100吨或者几百吨当然是没问题 但这样大型船能进驻 这个对我们有效管控太平岛周边海域的安全 特别是周边有很多渔民活动 是重要的渔场 因此对我们所谓保护我们的主权和经济海域来讲 有积极的意义 另外在本世纪2010年代期间 国军虽然撤出了太平岛由海巡署驻守 但我们不断的强化当地像一些武器装备的配备 还有兵力的训练 尤其是他的海巡署人员 都要经过我们陆战队特训 也就是他虽然是海巡官兵 但他本身在战技能力 还有整个专业能力来讲是比照陆战队 另外他还有像40公里快炮 还有些破炮20公里机炮等等 他配备的武器也适度予以强化 也因此对于整个太平岛来讲 既有一个机场也有这个码头 另外他的防御设施 也有一些基本的防御能力 也因此如果随着周边的情势有所变化 对于海巡署来讲 他可以适当的增加相关的防御或驻守的官兵 或强化他武器装备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是当初陈水扁跟这个马英九过去 跟现在的两岸关系时空背景其实不太一样 现在民进党政府上任之后 要考虑到美方来自于美方这边的压力 他们非常的在意这一点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委员王后威他也认为说 这次民进党非常的低调 几乎没有说什么话 也不太确定他会不会去 他觉得是美国在背后施压 刚刚总编辑也帮我们特别提到了 就是现在美国他还是请菲律宾的 所以在台湾方面 你是觉得你如何看 民进党政府这边的想法到底是什么 有美国施压吗 其实美国有没有施压 大家心知肚明 特别是这个蔡政府这两任以来 我们发现他对于太平岛或南海主权的议题 琢磨甚低啊 几乎没有声音 这个和我们以往包括阿扁时期 包括马英九时期感觉完全不一样 也使我们一个大胆的这个注解 就是这个蔡政府在南海相关的争议里面 他完全是配合美国的印太战略 配合美国 尤其是美国完全是力挺菲律宾的状况下 而菲律宾向来对于我们这个太平岛 他是不管是国军或者海巡署 上面有任何活动 他都一律反对 包括我们在上面增加人员他反对 我们上面增加防御的武器装备他反对 甚至连之前我们马英九总统搭飞机到太平岛 他也反对 最好对菲律宾你就是不要有话 你不要有角色这样符合他的利益 原始对美国来讲 当然不希望台湾在这个南海这么敏感的地区 有什么角色或争议 这就是让这个蔡政府对于说整个南海议题 甚至连我们自身的太平岛相关的主张 不敢大声说主要的原因所在 菲律宾希望台湾没有角色 那美国当然是力挺菲律宾 大陆方面怎么看这件事情要不要登岛这件事情 我想大陆方面对于蔡总统要不要登岛应该他是没什么意见 但过去来我们长久研究两岸关系的人都知道 其实中国大陆对于我们这个太平岛 会不会发生什么微妙杠杠的作用 他是非常非常注意 尤其是过去来 在这个蔡总统任内 我们的海巡署和美国的海岸巡防队 其实有签署一些合作的关系 因此之前常有媒体议测 我们这个海巡署和美国韩防队会不会进行某种程度的联合军演 之前还有媒体说我们在这个花莲外海进行了中美海巡单位一个合作联合操演 当然这样的讯息是受到否认了 但事实上就中国大陆的立场来讲如果这个台美双方的海巡战位在太平岛做某个程度的合作或联合军演 哇他有很重要的象征意义哦 毕竟两边有正式的合作或协作的关系 但是就整个格局来讲 特别是美国力挺菲律宾 因此他之前的担忧就现在这个时空环境来讲 发生的几率不高 特别是美国如果和台湾在太平岛有这个海岸巡防队的合作 可能招致菲律宾的抗议 在这种情况下 你这个大陆方面对此 自然而然他的戒心就比较低了 但总体来讲 我认为大陆认为在南海主权的争议 议题相关的主张来讲 截至目前为止 台湾和中国大陆其实态度都一致哦 大陆有所谓九段线 我们是十一段线 其实两边的主张其实高度符合 当然这样的符合对美国来讲就觉得有盲刺在背 不希望你更多的强调 因此对于蔡政府来讲 或者民进党政府来讲 我认为真的是比较尴尬一点 是那如果我们来看整体这个南海到底为什么那么重要 尤其是这片海对于中国势力扩张 还有包括美国对中国大陆的围堵到底又起了什么样的作用 就是南海本来没什么事情 特别很多都是无人岛 大家又不能居住 又没有一些什么利用价值 但自从发现有油气储藏 特别是所以这种未来亚太地区的重要能源 其实这个海底下很多 因此开始有相关国家的争夺 包括截至目前为止 越南抢占最多的岛礁 那菲律宾也有啊 包括中叶岛等等 那台湾就是太平岛 那这几年中国大陆可以说是 基建狂魔有后发的优势 一下就人工催填了四五个人工大岛 他已经把原来的礁变成岛 而且把我们的太平岛完全比了下去 目前第一大岛一定是美济岛 还有永俗岛等等都比太平岛大 而且中国大陆把这个岛上面 其实建筑有包括机场码头 另外还有雷达电子监听通讯设施等等 日益完善 似乎已经变成在南海地区的重要军事堡垒 可以说是屏障整个南海 它的前沿阵地 再加上目前中非争议 它的海警船频频出动 大家注意到海警船的后面就是海军 因此对于中国大陆来讲 这些南海的目前的这个争议是争议 但它似乎把整个控制能力 越来越来的强大 越来越来的完善 原始对于美国来讲 它就只能用所谓自由航行 自由飞越 不断的挑战中国大陆的整个管控能力 当然这样的一个结果就变成中美两国未来潜在冲突的热趋 因此南海我们必须要关注 特别是它可能成为中美两国 爆发某个程度冲突 一个重要的热门发生点 一方面在这边有重要的能源 另一方面是军事上面 他们要互相制衡 刚刚总编也帮我们特别 我觉得这很有趣 交可以变成岛 这第一个问题 这个困难度有多高 这第一个 第二个是刚刚你说南海地区可能会爆发冲突 那以现在中国大陆在当地建设的一个速度 你是不是觉得远远的高于美国 在这边中国大陆享有的这个 它的军事能力 部署能力会远远的高于美国吗 你怎么谈 其实美国之前都是强调 南海地区是国际重要的交通要道 在空运 在海运 各国攸关 都是很多攸关方 因此即使韩国和日本是域外国家 但由于他们的交通线就经过附近 因此他们非常关注 但对于目前发展的现况来讲 虽然美国的军舰 美国的飞机频繁的来来往往 但事实上就像下围棋一样 几个要点已经被中国大陆牢牢掌控 特别它吹沙填海 拥有很强的基建能力 借由它的所谓基建狂魔的力量 迅速把礁变成岛 而且刚才我们讲过 它上面的设备越来越多 它的飞机船舰 不管是军舰或海警船 都可以常驻在这些岛礁 配合相关的与越活动 因此中国大陆这几年非常强调 我把它做成海空联合救难中心 我们要共创双赢 事实上双赢之外 悬外之意就是 我中国大陆已经牢牢掌控这个地区 因此对于美国来讲 未来的斗争 就美国本身有一定的困难度 它必须要纠结周边的国家 包括菲律宾 包括越南 包括马来西亚 不断在主权这个部分 挑战中国大陆 因此它未来潜藏的风险 其实是比较大 不只是美国在这面硬直搅乱 由于涉及周边国家的主权争议 因此很容易产生共鸣 这个是我们要关注的部分 是今天谢谢郑静文总编带来精彩的解析 今天晚上同一时间九点周 我们的这个政片也会同时上映 今天也会有郑总编来帮我们做 很多国际政治上面 还有军事上面议题的分析 那就晚上见喽 拜拜 拜拜